難得有這麼好的機會 有一個舞台給自己去再嘗試不同的表演 再去鑽研唱歌和跳舞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所以當時想都沒想到就爭著去參加 Hello Beauty Exchange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偉雪 離開了S1之後 我一直自己拍很多的Cover Dance 剛巧那期有嘗試開始編舞 《告白氣球》那隻舞 有一個台灣節目組的導演看到 那條影片找了我 然後去參加希望之星的比賽 可能因為小時候 自己都好像二十多年都年輕 是我自己決定離開舊公司 因為我覺得如果組合不繼續的話 我寧願自己憑自己的力量去找其他出路或方法 所以才主動介入藥 教一下跳舞 可能因為自己覺得都是 當時剛剛入行各方面 無論唱歌、跳舞或經驗都是未夠的 再學多些東西才出發 這幾年其實都有維持著 但都是維持著這個長度 然後我去年就覺得 趁年輕人想試的東西就試多一點 我有提議過橙光頭 哇!好帥 剛巧在《造星》的時候 留到一個正常男生的長度 那時候造型師說可以留一點 我之後的造型可以多一點變化 就停止了我剪短的意欲 面對負評的時候 其實從小到大都會有很多負評 我小時候原本唱歌不厲害的時候 可能同班同學都會說 不要唱啦!閉嘴啦! 很難聽啊! 其實從小到大都會聽到大 越大了就會希望自己遇到什麼都要冷靜一點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台上的表演 讓外在的環境影響到 而那個表演失準 就是自己的損失了 所以我會比較注重在台上的表演 我跟Chloe和Nata是非常熟悉的 我們有個群組 你猜一下名字是什麼? 很甜蜜的 名字叫小寶寶 從以前開始已經叫小寶寶到現在 每一期練習 她都會問我有沒有片看 然後我結束了比賽 就是匯報給她們 情況是怎樣的 入到多少強 她們都會很支持我 多謝這個節目可以令到很多人認識到我 因為都出了五年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很少時間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 哇! 就像出了很久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環境 我也很開心 就是現在可能在街上 或者平時吃東西買東西 都會有人跟我說加油 我是覺得 是會很感動的 還有會令到我更加想 將以下下來自己的音樂和作品 會做得更加好給別人看 不想令到支持我的人 會再次失望 我想希望 陳惠璇繼續進步 令到他們都會覺得自己 支持那個偶像是值得的 發言 快點 可以 看